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而且我這個論文寫得挺長的 所以我這裡兜樂一下 然後看看能否引起大家的興趣 有興趣的大家回去 再慢慢錄 我開始一下我的所謂問題意識 大家可以到旁邊書店看到很多中國同性面書 打開一看我發現我們照片 中國就很經驗把叛逃皇帝或者是等等下來 大家很熟悉的那些斷秀奔逃之類的 但是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究竟到了什麼時候 人們開始對這樣的一種關係 同性關係有一個自我意識 就是我們是誰 然後這個我們不是我跟他兩個人而已 至少有一個社群 而這個我們呢 又不是只有我們 有的可能是他們 就別人說 哎呦你單單的一群人變態 而引起了我們的自我意識 什麼時候開始這樣比較普遍的自我意識 那有人會說 老師你這個搞歷史 這個如果你要寫歷史的話 萬一是春秋戰國的時候就有了 結果青霜燒掉了 那不是不靠古華 確實歷史會同性 大家知道我今天談的這個榮陽遺史 在中途四川 近年來才在日本被發現 可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春秋戰國不會有 為什麼呢 要產生這種普遍史 要有一定的社會條件 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來談這個 前一步要談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現在兩半三地都有同性戀 對吧 好的 那這個同性戀就是一個普遍 一定有一個普遍的自我意識 但是這個普遍自我意識 怎麼來的 怎麼時候開始呢 那一種講法 就是它是清末明初的時候 開始有的 所以應該說是明初的時候 我們開始有這個普遍意識 在中國 OK 那這裡當然就有一些 朱光鉗啦 還有很多人這個 這個演技巧的書 我文章後面有談到 好 那 這個時候呢 你進以後呢 人們就開始回到 哦 原來我們漢朝的時候 就有這個東西 開始有這個文章 是這樣子 可是我這邊文章 還要提出另外一個看 OK 我不認為 我們的同性戀意識是一直進來的 我們有一個內發人生論 就是在西方同性戀意識 在進入中國以前呢 在晚宁時期 實踐這樣的談談關係啊 這個啊 就是開始有一種自我意識 而這個呢 還將來的地區啊 像小關 其實就是所謂的青少年南紀 這樣一個職業社群集中有關 當然它有更大的脈絡呢 是晚宁這個中國的 早期的現代性 為什麼要談到現代性呢 如果說我們這個 同性戀意識 我們現在華爾地區同性的意識 普遍的自我意識 是從西方獲得的 是從西方移植的 那為什麼西方會有這個問題 那答案是說 因為他們也是在一個 他們這個現代的時期 發明建構出來這樣的東西 他們發明出來這個同性戀的觀念以後 然後呢 可以一直到其他全世界的其他地方 那既然他們是在一個現代的條件裡面 產生這個同性戀 那相應的 我們也要知道說 其實 晚宁時期 可能是不是也具有這樣一個現代的狀態 這也是為什麼春秋戰國不太可能發生的原因 好 所以呢 那我這會兒講到 中國的這個藍色 或者是南風 我今天用一個比較 不要老是用同性戀的名字 搞混 把中國和西方搞混 那這個 中國的藍色 是個有位於西方同性戀的概念和身份 但是它發展到這個 晚宁明初的這個項目 就是在晚宁明初發展到晚宁明初的時候呢 最後呢被同性戀的這個觀念做取代 當然 同時中國的這種自發原生的這個現代性 其實也是被西方現代性做取代 包括 中國自發原生的一些知識傳統等等 那麼 這個西方現代性 談過來的一些性別現代性 其實我們都很熟悉 因為我們都是在這裡經營的 那它有個比較強烈的傳統的現代 一個鍛鍊 所以過去就是非常的不全 那我們現在是一個性別的平等 那性觀念呢 我們非常強調 平等自主的性 就是什麼BDSM 就很難在這邊跟它去協商 那麼它也強調有一對一個關係 所以它事實上它也封閉了過去的藍色所代表 我們現在知道的男人關係 是同性戀的性 而且呢 因此有了一種 即使是在基督教文下 特地影響下 一種婚姻家庭的想像 它這樣去做 《網民》 我現在談的《網民》 《網民》是有三分 就從現發現 《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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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英史》基本上是一個社會寫實的東西 描寫社會白態 我們估計是作者本身 他不是小官 小官我等一下想說是青少年南籍 他是小官對立的 包養小官的大老或者大老官 這個作者應該是大老官寫的 我們再來文章就講到藍色形式 就像小官這樣 面貌絞好的出賣色相 那當然有人叫南風 南風就是南風今天的總氣 我在這篇文章裡面 其實也把藍色更廣泛的提供 就是種成藍色跟他的關係 包括你喜歡藍色 我也會把他問藍色 我等一下會告訴你為什麼 有沒有指的藍風的意思 那我這篇文章一共 這結構有三個部分 就寫的叫長臉 第一個部分 你是談西方同性戀 這個社會建構 為什麼呢 因為我以前有我跟你們講 我們要談中國藍色 怎麼被發明出來了 是吧 那這部分 我在文章裡面 是有談一些 跟台灣的婚姻戰 有關係的部分 好 我接著這時間講 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 這個婚姻戰 身體到婚姻冥初 那麼這個藍色的一個中國 現在性脈絡 包括藍色怎麼會建構 第三部分呢 其實要解釋 其實藍色跟脈絡 是基因相關的 因此而言 從而提出我的一個 性政制的觀念 好 這個西方同性戀的這個 這部分我們大部分是 我們的性格研究都讀過 是吧 今天我沒有主要多講 對吧 那麼這裡面 大家 有一個比較 梗 就是寫了比較 它雖然是比較粗糙一點 但是它比較廣泛一點 就是資本主義同性戀 那這個我們講 它其實是當時針對 新幼派的家庭家庭 你跟他們說家庭家庭 那其實它的焦點就是在家庭 但是它也反對其實當時的 這個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裡面的進步派 就是進步自由派 因為進步自由派認為 同性戀和美國保障個人主義 私人生物是同調的 它跟我們今天台灣說的 同性戀權力是跟台灣的民主自由 所以我們這核心家庭的宗教 其實是類似的 那 所以這個進步自由派認為 同性戀是可以跟 美國私生物資本主義下的家庭 是可以協調的 但是呢 新幼派認為 就是一般保守派 認為同性戀跟家庭 是不冷卻的 所以一定會變成衝突的 就是為什麼關起文啊 還有很多基督教徒 以及 講的事情 那 這個馬克思派也認為是衝突的 那我必須跳一下 我們有這麼多時間講 那 這個戲大家可以看 我那部分就跟我們台灣說 因為這個 我剛介紹的這個西方這個人 他也是個偉家 會分派 大家可以看一看 會分派 好 不管怎麼樣 這個 資本主義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 他現在認為資本主義的現代性 帶來了 重新一點 資本主義現代性會帶來的性 對現代性 我前面的說過 為什麼 就是第一個 他會產生一種東西到現代富民 那這個大家也知道為什麼 就是把富民從家庭捡到 帶來工廠去 他也會產生現代性 特別是富民家庭之外 就是後來一看 現在富民之外的婚且性行為 已經不算什麼事情 還有非爭取的性 這跟我們不需要任何關係 這都是現代化帶來的 這是 全現代所沒有的 就不會被報名出來 當然再來就是 現在的紀念的戰勝 好的 那現在怎麼會 其實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就是這個都市化 還有自由勞動市場的時候 很多人從各地鄉下 跑到大學巡大 你在鄉下的時候 你找到的 你能找到的伴兒 就是那麼一個 兩個可能都找到 因為你是世界上唯一的人 一到城市裡面 你打過我們人家說 新公園有電臺 你剛才跑去發現 哇 一個世界都在那裡 好 這就是從訓練以後的集中 因為集中了 然後呢 他們還有一點 就是他們的性行為 是在婚姻家庭外 尋找性快感 這就是為什麼 它會被取得出來 那集中不算什麼 都市裡很多集中 大潮牌會打象棋的 但是這些人是幹什麼 在婚姻家庭之外 全球性快感 所以他們被制人 他們彼此相認 形成了一個無名的身份 自我認同 也形成他們的身份 這就是資本主義跟同心鏈的 一個基本的關鍵 那麼 中國同心鏈呢 我們一般講說 是這個西方公園的關鍵 是中國實際性能進的 那這段時期呢 其實 我也不知道什麼研究 這個 我今天怎麼講 好 我現在講到 第二個部分 就是藍色跟婚姻的現代性 我在前面的 這一節前面的兩三頁 是在講 到底沒有中國造極限代性 婚姻更是營造極限代性 這個 省區不講 我們只講說 婚姻真的是 世紀大便 從某角度來看 大家看上來列的這些 各種各樣的 每一個東西都是可以舉很多 也可以講一句 但我今天沒有時間 不想 好 我只要講一句話 裡面有一個人記載 他說 當時 這位婚姻說 田姑也藍 西變妖姑 田就是山下洞田的 姑就是中年大媽 也是野外的 藍就是那老婆太太 他說這些人都變成妖姑了 就知道當時 這個社會風氣 怎樣都會是 整個性愛風氣 所以那個時候 街上就是有賣 銀書的 銀劇的 銀藥的 就是春藥 街上好像有這種店 然後呢 就有 夜勤小說 藍色小說 我們現在都反映到這些東西 那我認為這是一個 中國早期現代性的 表現出在這 性的現代性的表現 這個龍陽意識變得很複雜 大概有很多亂七八糟都講 他們是真正的現生活 可是我今天不講這些東西 我要講的是什麼呢 這龍陽意識裡面有一些地方 講的很奇怪 講的什麼 講的那些神話 鬼話 但是我確認我 這是整個想說 最有意義的部分 西方的同性戀 是通過科學去建築的 這個時候它的建築 是用神話去建築 神話跟科學其實有相似的 因為現在你回過頭去看那些 所謂建築同性的科學 怎麼很多人認為 就是神話 還是還是狗屁呢 好 那這裡面 他比如說講到小關的起源 他們開一根PT就有 OK 先有一個收音相關 他是獸性 老子三日都在選 神話 心理粉飾 這個小關起源的超自然 其實就是有 某種超越現實的形狀 或神特門來源 使得這個整個小關的存在 有種合理性 符合自然的秩序 那在這裡面 本來這個大老關 好像是很居在的 但他其實變成一個 蟲的意味 是有先有小關 才有大老關 而是大老關 小關也會寫成這樣 好 那麼我認為呢 整個小關的這個神話創造 可以說是 當時南瑟圈的一個 自我的知識建築 是因為小關 他是一個職業身份 然後他其實 在你看那小說 他們形成了社群 而且他們有他們色文化 然後他們就有 畫語建構 當時已經存在的 小關身份人 好 那這些知識建構 其實神話建構 其實是自我辨解 自我正當化 就是正當化 他自身的存在 和理性 那麼其實呢 這個雖然這個作者 是個大老關 但是呢 其實他隱含的是 在小關身的基礎上 建立起一個 藍色分證的 藍色分證 好 我們無所謂的 故事台有很多集外的 包括什麼小關 可以生小關 就是小關其實已經傳了 就像我們現在 統慶內已經傳了 其實這時候就有了 是小關可以自我延續 傳承這樣一個小關 所以台南瑟圈的 其中的故事叫做小關大戰馬 就是有一群小關軍隊 少數人幾百人而已 這麼多小關都不知道 跑來一起了 就是他們自願 都要去立功 去平定南方的男 那怎麼去給他打的 南南有起外的 怎麼打呢 好 看這張照片 他們就這樣 他們一去以後 把褲子脫下來 把屁股撅著向他們 對方南南一看 紅紅就潰散 表情小關的你看 這個遠看也是這樣子 近看也是這樣子 這種樣子 這種故事啊 到各位 習慣西方也有 就是現在的內容 他也反映了一些東西 那我就不講了 我看還在這裡 還在這裡 好 就想講一下 反正大家大概也知道了 一點的題詞 差不多可以自己去看 好 那這個 下個盤 這個姓正面 好 好 那我現在講到半天 都在講評判 那你會說 哎呀 林老師 你用龍陽意識 來描述蠻色 是不是很偏頗 因為這個小說 本身就怪怪 他就只講完賣一個 青少年紀 十二三歲 一直到 可能有時候 有時候讀到 二十歲左右 不可能 但這哪裡是 晚明蠻色的全部呢 對吧 好 比如說 你看那個 另外兩本 我們有提的兩本 裡面就有很多不同的典型 裡面有非常平等的關係 甚至 就是說 那些被插入者 還是充滿了陽剛器具 誰說 藍色就是人家槍 對吧 對吧 我們現在大家都說 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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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位研究者 他說 另外兩本小說 是積極的要盡 男性同情戀 樹立 是值得效法的楷薄 楷薄 楷薄 楷薄就是我們現在講的 陽光健康 所以這個東西 在萬明的時候 他們就有這種想法 好 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 有位研究者 有位研究者 特別說他是異性戀 標準一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龍龍就是三言二開作者 他寫了很多棒的 或是編了 編寫了 什麼棒的事情小說之類的 他就是說 他其實簡單來講 我們現在的同性戀領程者 簡單來講 就是這麼回事 難說是合理的 但是呢 這裡面有一個前提 不要淡交 我們現在的話來講 就是 要情 放在那 放在中間 情是同性戀的一個 有名的標準 而且呢 大家要想的 當時的這個 有很多搞藍色的 其實都是民事公司 我們現在想像不了 比如說 我們現在常常看到某某某 站出來 出櫃 他其實是一個系統工程師 但是他不是我們這個社會裡面 公認的那種 非常高階的那種 那種知識精英啊 那種很有知名度的那種 那種 但是腕名真的出櫃的 都是那種人 OK 好 所以呢 這樣講起來 哎呀 誓詩定老師 你這個 在搞酷兒啊 所以就把這個腕名 呈現腕名藍色的黑暗面 你是不是這樣子 這是你要做的 好 那我說不是 好 那回到我這邊的問題 意思 我這問題的意思 我是要追索具有 現代意義的中國 男色身份 一種身份人物 所以像漢草皇帝還 同情星輝 這東西跟我跟我平時 OK 而 第二 我在這個腕名的脈絡下面 我剛剛就是 像什麼城市化呢 市民階層 擴大商品 經濟 國際貿易 享樂消費 等等 人員的流動旅行人物 我特別關注小官 就是因為 他們是因為城市化 而能夠集中的人群或社群 所以我剛剛講一個集中 那他們就像另外兩個 藍色小說人 講的是 兩個 偶然相遇的大學生 他們真的就是大學生 像我們現在大學生 在學校裡面的誓言 因為這樣兩個人相遇 不管他們彼此有多麼堅針耐情 多麼享樂的心愛 多麼美好的結局 都沒有辦法自動地 自動地從他們自身經驗感受 和他們社會交往形成一種 集體的自我而言意識 也就是普遍藍色的意識 或意義基礎 因為這種兩鄉情願的 這種誓言大學生 他們畢竟處於一個 彼此的狀態 但是相反 小官的職業身份 遭受歧視 他的基礎存在是公開的 他的經驗感受 和他的社會交往 都能夠促使 他發展身份認同 他的自我意識 在自己和他者的言說中 別人也說 也想玩壞話 在彼此的交往 和社會交往中 他在他者的目光中 會形成這樣一種自我意識 那麼 當小官這個藍色身份 他是可以成為其他藍色身份的基礎 比如說 雖然這個大老官 在整個關係裡面是強勢的或主動的 但是呢 他可以因為跟小官的交往關係而被污染 你知道嗎 這個我們懂的那個 Mary Douglas 他們講的 就會污染 然後呢 他就成為另外一種藍色身份 最終成為藍色共同體的基礎 所以 這個 我認為 雖然 自古以來 包挽民是中國的很多男人的關係 但是 我認為只有萬名小官這些賣賓者 還有小賣賓者 他們最先具備的類似西方同性戀身份 形成的現代條件 成為中國藍色 中國同性戀的實力 當然從藍色到同性戀 就是我們後來現在變成同性戀 有一個過程 而且有隱蔽的操作 遮蔽了很多陰暗面 因為我們現在想像同性戀什麼 就是兩情相悅 對於武漢他人的身份 那麼 這個是不是清末民初 富與平等 可以倡導一對一關係 反對納切的性別現代化 也就是當時的梁富與平 努力的一部分 同時 我們若從西方同性戀身份來看 就很容易落入一個說 汉朝皇帝也是同性戀 等等等等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就算你承認藍色都沒有差異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把中國藍色 這個身份認同 形成這個 去好好探究的話 我們也會把 很容易 因為從現在同性戀一起 而把藍色不就變化 這也就是把同性戀不變化 實際上 會把中國藍色的同性戀化 而在這裡最會被淋沒的 就是藍色跟南極的關係 當然這是一個無光彩的身份起源 這個我們不講 而且我認為當代的money boy 都還可看得到一些藍色的影子 因為我們現在想像的 基本上的同性戀 都是兩個陌生人合一平衡的關係 這個 這是我們現在比較想像的 好 那個 關於男子與性政治討論 大體是什麼 其實是大家很熟悉的 就是當代性別平等 女性主義的性權利觀點 批評的 這個 今天Cowall Weiss 他以前 他編的那個選集 跟Ruby他還有很多人 那時候就跟激進女性主義論戰 其實就是激進女性主義的那一套東西 權利 性的密切連結 來批評一下官 這個問題我在論文裡面有不重複 好不好 那個我論文裡面 除了我們重塑我們 我們之前一些性 批判這種性權等權利的觀點外 那這個其實還有 還有日本的一個暗奔女性 好 好 那麽到的講 好 那這裏面 還有這個無蜜蜜蜜蜜 他寫得不錯 他說 這什麽小說裡面都不表現出 藍色鴨蜜蜜蜜 就是說 那些人到時候都不必要去嫖子 都不必要去找記憶 都知道效官 是不是太主觀了 其實我覺得看這個男的小說 他給你一個想法 就是 男色是自然的 男色自然簡單來說 就是 年少的男子 少男 跟長得漂亮的男人 對男人是有性欺負力的 鋼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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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可以成為一種很變的形象 而不是少數的癖好 一旦你 如果你把這個前提揚棄了 你又很主觀 那些小說的主觀 但是中國男色跟同性戀有什麽不同 有很多 有些不同 我只講一點 這整個觀念回合 當然西方同性戀 整個性別的觀念 都告訴你說 同性念不同意義狀闢,現在連史文基督教給他們教徒發表的教材裡面都是這樣寫的 可是我告訴你,在整個藍色觀念裡面卻模糊了 同性念不同意義狀闢,又只有絕對決定 這就是不同的知識框架,帶來一些不同的人的分類 我今天不是說要把藍色帶回來,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認為任何反本開心的欺負,你首先要在實質上精進和勘戰 所以我今天是一個套專意,希望性別研究能夠打開西方之外的詞源 我認為中國首要的性別歷史政治文化問題就是 明清藍色是怎麼樣被消滅的,譬如說青的法律有多少可以研究 西洋的更開化的質感很厲害,來到中國就說 中國本體都是剛腰,都是點藍色的 那麼這個跟青末民族的男女平等,比較順遂的接受是有沒有關係 例如說什麼樣的婦女孩婦女運動 還有當時的婦女孩婦女運動,性觀點是什麼 那麼這一切研究就發現,其實跟我們現在也差不多 而且我認為對中國來自的研究,不是只研究中國 那就太順好了 是相反的,在整個西方統性戀論述和西方性研究裡面 他們對於他們的早期現在,我覺得也沒有好好考慮 他們早期現在也是有一種人 那跟我們這個,對於少男人的戀童是很接近的 那其實,藍色奧美就可以回國過去研究他們 這就是我所謂的中國派的知識計畫 就是用中國來解釋世界 好,謝謝